首相和在野党议员正在讨论是否修订反跳槽法 可是国会下议院前副议长 奥多斯里阿沙利纳就认为 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定立罢免法 而他也会提成私人动议推动立法 也是巫统边加兰区国会议员的阿沙利纳 今天发文告强调 政党之间的良性竞争将会利会人民 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合理的游戏规则上 而不是害人不浅的政党分裂 当人民代议是背信弃义的时候 应该把选择的权利归还给人民 让他们决定是要保留还是放弃这名议员 所以他会在接下来的国会会议 提成2021罢免国会议员法案